立法會有很大的問題 第一就是立法會的透明度不足 原因就是六個在運作中的工作小組 從來都不讓記者進去談談 另外一件事就是有關問答會議 製造官來了立法會就一問一答 但大家都知道一件事就是 我們要很早前就要寫一些問題給他 然後他就會出道你 帶來一個法律作答 因為由於沒得追問 變成有時我們問的事情 都回答了另一件事 但由於沒得追問 變成這件事就了解了 變成真題沒有浪費時間 浪費公堂 我們希望這件事可以改善 我們的立法會需要負責人家套 大家都知道以前大會 有十個有了議員睡覺 現在沒有了 因為為什麼呢 有積光 但是小組你們知道什麼 大家都要明白 立法會是人民資格 沒可能在六個小組 有什麼國家秘密 有什麼不可以被澳門人知道 媒體進不了去立法會小組 是監督不了議員的工作 亦交代不了給澳門市民 議員在立法會讀了小組 說了什麼 做了什麼 是需要媒體進入我們立法會 我們才可以提升我們立法會的工作 我們發現呢 越來越多的法案 等於政府提案的時候 抵觸基本法 大家都看到了 選舉法的時候 起碼有六條的立法會 在立法會我所說明呢 是抵觸基本法 在立法會審議 不是速度那麼簡單 亦都要看 究竟每一個條文在法案裡面 有沒有抵觸基本法 到場的暴力呢 很坦誠說 和大家 過去的三年 我們收到公訴 一口訴 昨天有一個女士都投入來 就說被人掩蓋了一巴 五隻手指都是個發言 公司這些事情都沒有做到幫助 他們拘捕我 所以我們呢 呼籲博彩監察署 多些做事 因為每個公安都是示築了 有紀錄的可以查人 為什麼博彩監察署 拿這些帶領去做事 這個就是我的言論 我們有個政府部門 有五百多人做的事 我不能夠接受 你一句說話答我 如果你是受到暴力的 由於是公公罪 你自己要投訴 現在公司都不呼籲 都呼籲他們不投訴 因為影響他們的聲譽 得罪你的客人 而政府鼓勵他們 牙手看破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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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